嗨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些评测视频 那这个评测视频的内容呢 就是 没错 就是这十盒饭 大家也都知道自从这个疫情以来 在美国留学的我们 吃饭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像我之前基本每天都是靠外卖度日的 偶尔也会自己做吧 但是基本上没有 然后我最近就发现了有一种服务 叫Meal Kit 然后它可以一次性的 把你一周所需要的食材或者是食物 都给你送来 这样你就省去了你自己购买 或者自己做饭的那个时间 这里面其中有一家就叫Freshling 它们家的特点呢就是 它送来的食物是已经基本上做好的半成品 你只需要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 或者在烤箱里加热一下就可以吃 而且它们主打的是一种健康的理念 就是说它们的东西都非常的低卡 低油低糖之类的 所以我说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试一吃 所以我就买了这十盒饭 正好可以够一周的料 然后我们这次就来吃一吃这些东西到底好不好吃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我说我买了十盒 但我不一定会把它全部吃完 因为如果我每天就吃两吨的话 我也得吃五天 那到五天之后这个饭它有没有变质呢 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就到时候再说好吧 然后我会为我这里十盒饭每一盒都进行我自己的一个试吃和评价 最后来看看它这个服务到底值不值得购买 而且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它这个服务其实蛮便宜的 这十盒饭加上运费其实也只要一百块钱 所以每一盒的价格就是十块 那么在美国而言这个价格其实吃一顿饭已经算很便宜了 今天我们就从这里随机挑一盒 要不就这盒吧 然后来看一下它到底好不好吃 Let's go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装其实还是蛮精致的 是吧 只有一个只盒子 家里面这个东西 就给你感觉好像是他们一个很专业做食物的公司 然后今天这个菜叫steak peppercorn 应该就是一个牛排 也好有一些小配菜之类的 然后在后面这个标上呢 他说只有490卡路里 所以其实算很低脂的一个东西 大家看到这里面包装呢 就是左边是一些菜 右边是一个应该就是肉吧 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层膜撕开 然后放到微波炉里热三分钟 你就可以吃了 然后这个上面还写说 厨师推荐说你把这个菜放到盘子里摆盘再吃 就是有点遗失感 我说那就咱就算了 咱就用这个吃就好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菜 可以看出来 卖相还行吧 我也不能说特别的高级 但是至少还能看得过去 然后这个分量呢 可能不会很大 不过所以正好 我也想稍微克制一下我吃饭的这个量 所以少一点也OK 主要是要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那就先尝一口这个菜 这个菜主要就是这个豆子 还有这个胡萝卜条好像 这个嫩倒是蛮嫩的 就是没什么味道 像水煮的一样 所以如果对一些可能口重的人来说 这个就会稍微比它的预期要差一点 不过还行 还算是有点味道 然后左边这个牛排呢 首先它有这个土豆泥在下面垫 就是让你不会一直干吃肉 你的土豆泥还是不错的 这个土豆泥非常像 国内肯德基外卖里面的土豆泥 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真的很像那个味道 可能它放里这个东西 就是为了想让你稍微薄一点 不要吃太少 那下面我们来尝尝这个牛排吧 这个牛排还行 它里面也不是全熟也不是全生 大概是一个七分熟的样子 可以看到这个厚度也是蛮厚的 所以它的大小并没有它看上去那么小 让我们来裹一点这个土豆泥 我觉得还不错其实 就是味道还是没有那么重 就是稍微有一点很淡的那种牛肉的味道 再加上这个土豆泥的外面一些酱的话 就会让它这个口感不会非常单调 当然肯定比我外面 饭店里做的那些非常高级牛排 不过作为一个十块钱的饭 我觉得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如果让我给这个饭大分的话 满分十分我会给八分左右的样子 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会有点少 然后这个菜的味道稍微淡了一点 其他的我觉得没什么毛病 再加上它这个价格的话 而且可能因为我很久 外卖都没有吃到牛排了 就偶尔来这么一次还是不错的 Hello 现在已经是第一天的晚上了 那么我又刚刚随便挑了一盒出来 然后它这个上面写的是 Homestyle Chicken with Master for Mac and Cheese 所以它应该就是一个鸡排加上一些 Mac and Cheese 就是那种半圆形的意大利面配芝士 这个我估计跟上午那个应该形式差不多 然后它背面写的是560卡路里 稍微高的一点点 但还是处于一个非常低卡的这个区间 好 那么现在它就已经被热好了 正如你所见就是一块鸡肉 下面垫着Mac and Cheese 加上这边的一些豆 我觉得这个豆跟上午那个应该是一个豆 就是他们也特别喜欢做这个豆让你吃 另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 现在是大概晚上5点5时 然后我刚中饭是1点多吃了 所以中间隔了大概5个小时 然后我现在已经算比较饿了 所以说它这个分量的确没有特别的大 但是我们毕竟就是要吃8分饱左右的人 是吧 为了健康这些都值得 那还是照例先尝一下豆子 这个豆子 这个豆子比上午的豆子还没有味道 我不知道说什么 就 大概真的是纯水煮了吧 那看看左边这个 Mac and Cheese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它芝士味道是很浓 只不过呢 有点有点干 就是感觉汁水不是很多的 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拌一下 就是可能你得喝点饮料来中和一下 它这个这么干的芝士 不然真的是有点不够爽口 行那么再来看一眼这个鸡排 鸡排大小的跟上午那个也差不多 感觉他们这都是一个分量那样做出来 这个鸡肉质量看起来还是不错 嗯 而且它外面没有是那种炸的皮 就是比较软的 不是那种外面脆里面软的那种炸鸡 这个鸡肉我觉得还可以吧 就也无空无过 也说不出有什么特别亮点的 也不能但是也不能说难吃 所以就 就这顿饭只能给它一个正常的粉丝我觉得 而且即便是在我现在这么饿的情况下 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好吃 那么这顿的话 我应该只能给它7分左右 嗯 OK那么现在呢是第二天的中午 今天我准备吃这一份 叫Sausage Baked Henny 还是什么面我也不知道 就反正是跟香肠有关 这里面跟昨天不太一样的呢 就是它是一整份的一个东西 类似于意大利面吧 还有一些肉丸之类的 这个是470卡路里 他们这个基本就都是在500卡上下浮动的一个区间 然后这个特别有意思 这个热好以后 它是大盒里面套了一个小盒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里面看上去还是不错 都是芝士啊 然后这个肉 还有意大利面 还有一些菜 可能是菠菜 这本来是一个西方人 特别爱吃的这么一个组合 一口意大利面加肉丸 我觉得这个还很好吃 既有那种番茄的甜味 又有那种芝士的香味 加上这个肉丸也有很多嚼劲 对吧 就整个口感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算 之前吃过里面比较好吃的一份 还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份量比较小 这个真的不错 这份如果让我打分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能打8.5分左右 算是不错的一个 我应该会再次购入 好那么现在是第二天的晚上 现在我们要吃的是这个叫 Citrus Kissed Orange Ticket 这个被柑橘亲吻过的甜酸鸡 是吧 大家也都知道甜酸鸡 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美国中餐 这个里面呢 肯定也是考虑到这是美式中餐 所以他给了一点饭 跟之前的都不太一样 可以看到这个热毫了以后 这个卖相还可以吧 就有点像那种国内高铁上卖的盒饭 那种感觉 但唯一的就是这个饭 这个份量太少了 就基本等于没有 今天由于是周五 我也给自己准备了一些家餐 比如说沙拉 我煎的三文鱼 好歹吃的稍微薄一点 那现在尝尝它这个饭 这个饭有点像那种香米 泰国香米 就是它比较长 然后粒粒是比较分明的 没有连在一起 可能要加上这个鸡 一起吃才会比较好吃 这个鸡肉也很嫩 酸酸甜甜的味道 但是也是照样 口味没有那么重 而且它这个鸡 应该是没有经过油炸 或者什么的 就是没有那种外面脆的那种感觉 应该算比较健康 这份相对于前面的来说 就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而且这里居然有姜 我觉得很难在国外的人 这个做的菜里发现姜的 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土豆 然后吃掉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饭 拌到这个里面 你看这样子的一口 就会比较有食欲 真的是还不错 如果让我给这个打分的话 我应该会给8分 上面再来尝尝我自己煎的三文鱼 这个三文鱼 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边很便宜 大概10块钱 你可以买到两条非常大的三文鱼 嗯 nice 而且我是用黄油煎的 所以它外面就会有一种 那种黄油的香味 就加上它外面皮是脆的 里面是嫩的 我觉得特别喜欢这种东西的口感 总体来说还是 吃的会比较爽的一顿饭 哈喽 那么现在是第三天的中午 今天我们要吃的是这个 protein packed chicken palm 我也不知道这个palm是什么意思 但是 本人就是有一块鸡肉在这里面的意思 好这个呢 是他们一个比较特别的系列 叫freshly fit 好像就是专门为了那个 健身的人所定制的一种餐 可能蛋白质比较多吧 打开了以后呢 可以看到就是很简单的 左边是一块鸡 右边是一堆西兰花 看起来这个没有什么花药 这份饭呢 它只有380卡路里 真的很少 我觉得我都是可能会饿得很快 而且今天是周六 说不定晚上我会稍微 稍微多吃一点 好 那么这个现在已经热好了 可以看到这一块鸡 它大小还是蛮大的 这整个东西闻起来 确实有一种蒜香味 就是他们就特别喜欢那边放蒜 这个西兰花也要放蒜 这个鸡上面也要放一点蒜 这个鸡肉 可能主要还是上面是番茄酱的味道 然后就非常的清新寡欲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就真的只是类似于水煮鸡肉 上面撒了一点这个番茄酱的样子 很适合健身的人吃 你要是想吃到什么美味的话 那应该是没有的 看这个菜花 这个菜花切得蛮碎的 菜花有点像冷冻的 不是很新鲜的样子 也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放了两三天了 不过至少它放了两三天 它都没有变质 因为它上面写的保质期 大概都是到今天开始三四天以后 稍微加一点外面这个酱吃 还是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一块单纯的鸡肉 如果我要给这个打分的话 我觉得也就七分七分而已 因为没有什么亮点 然后呢菜吃也比较单调 就像之前的你好歹还 看至少有三样东西在这里可以吃 我估计我通常都开始会饿的 现在是第四天的中午 今天我们要吃的是 这一块鸡肉 现在是第四天的中午 今天我们要吃的是 这一块鸡肉 Ducel's BBQ Beef 而这一盒居然有足足六百卡路里 我的天 这已经是超出他们之前那些范围很多了 好那么现在这份已经热好了 它一出来就是非常浓浓的牛肉味 但是我觉得它实在是有点太浓了 加上BBQ酱的那个味道 然后它左边还是配了一个麦 and cheese 他们就这么喜欢这个东西了吗 就感觉类似于我们这大米饭的这个地位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时间放了九个原因 已经没有前面有一次吃的那个芝士来像 仅仅能够作用于乐天饱肚子的作用 再加上这边这个牛肉呢 这边牛肉呢还有一些雪菜什么的 跟它夹在一起 这个牛肉稍微有一点点拆 然后那个雪菜呢也没啥味道 主要还是靠它外面包裹的那层烧烤酱 来给这个牛肉增添味道 这个我觉得很一般吧 我觉得已经打个6.5分 不能说很好吃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也没有剩几盒了 看看我们到底还会有多少机会把它吃完 因为有一些我看那个图片 就没有很大的食欲了 Hello 现在是第五天 然后今天我们就继续吃这个 叫Katan Pork and Purple Sticky Rice 感觉是一种韩国风味的肉 是吧 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叫韩国风味的肉 这份570卡路里 也算是比较正常的范围 这里的这个Sticky Rice 虽然现在看起来不是很Sticky 但是不知道它热出来是什么样的 而且它的分量好像也很少 只有这个东西在一半 是吧 现在它就已经热好了 可以看出这里肉其实并没有很多 感觉这个到后面它变得很cold 怎么回事 你尝尝这个Sticky Rice 这个饭里面 有一个奶 椰奶的味道 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造出它Sticky的原因 但我们其实个人并不是很喜欢吃椰奶 所以这个饭我觉得一般般 先来看看这个肉 我反正是没怎么感觉出来 这个肉跟韩国有什么关系 就稍微有点甜甜酸酸的味道 而已 也并不说它是非常的 有什么韩式风味吧 我觉得 就像这里的西兰花 你看其实它都已经有点 就是氧化了或者是老了 就不是特别新鲜 我觉得我这个吃饭的历程 可能要提前结束 这个饭 可以说是没什么特色 如果让我大分 我只能大饿了 5分 可能是因为我不爱吃椰奶的人 如果你爱吃那种 带点奶香的饭的话 分数会再高一点 好 那么我们这个Freshly的试吃呢 就大概到现在就结束了 我也没有按照之前所说的 完整的吃完食盒 因为到后面 是有的它已经变得不新鲜了 而且我也送了几盒 对我周围的同学 然后他们也是觉得 就是分量会稍微偏少一点 那么对于这个Freshly这种送餐服务呢 它的优点就是 一它比较便宜 第二它比较健康 第三它比较省事 你也不用自己准备各种食材 你可以直接就吃 它的缺点就是 首先它没有那么的美味 相对于正常外卖来说 第二个就是它的分量可能会偏少 所以我比较推荐的就是 如果你是自己住 然后想吃这个东西的话 一周定个六盒左右比较合适 你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吃完 然后也不会导致你非常坏的就把它吃腻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疫情之间 吃饭的一个选择吧 那我们这一期对Freshly的评测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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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